-MIC! 哈嘍!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的台北进行式节目 我是节目的主持人覆发演员黄敬 哈嘍!大家好,好久不见 又回到这个录音室来跟大家见面 当然这一次呢 要跟大家聊的议题 或许是一个比较严肃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也可以从一个 大家生活上的角度来谈的问题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日常生活中 都会遇到的问题 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 我们要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的消防局 尤嘉义副局长 副局长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许姐好 副局长好 好紧张哦 好我们今天要聊的问题 其实是过去的这一年来 大家可能都有想到说 这几天可能在媒体上 有看到一些报道 也就是钱贵大火的一周年 那一年下来 其实我们对于当天的事件 台北市政府是非常努力的 在做很多不同的改进措施 甚至是我们真的有提出一个 相关的规划报告 是想要来跟外界报告说 我们在这一年里面 大概做了哪些的改变 那在这一年当中 其实大家也大大小小的 一些零星的火警事件 可能大家看到的时候 都会比较心惊胆战一点 因为有了过去的这个经验之后 大家会有一些相关的想法 或者是有一点害怕恐惧等等 但是我们台北市政府希望可以 未来在大家面前可以跟大家报告 我们其实做了非常多的改进措施 那当然我想要 首先就要问副作 这个最直接的问题 就是台北市政府到底改了哪些事情 在去年钱贵发生之后 其实台北市政府真的花了很大的时间跟精力 在改善有关于公共安全这个部分 那有关于这个钱贵大火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第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它要变更使用 就是增加了两部的电梯 所以它把防火的一些像隔间 垂直的区化都做了一些破坏 所以我们第一个部分就是把 以前我们在业者申请一些建造执照 或者是变更使用的执照的时候 它都是先建管 发完证照以后它就可以施工 但是我们都是在法令上是要求 他们在施工前要提送 施工中消防防抛计划 但是很多业者他就开始施工了 他计划也没有提 所以我们消防局都完全都不想 它什么时候开始施工的 所以这个部分从去年发生完之后 应该是5月28号之后开始 我们就实施了建管跟消防的联审 也就是平行审查 现在必须业者必须先送一份到建管 也送一份到消防 那等消防审完之后 建管才会发相关的证照给他 他才可以开始施工 以确保说他在施工的时候 大家是能够安全 他能够遵守刚刚他自己定出来的这种 施工中消防防抛计划 这是大概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大家也很清楚 钱贵有一个最大的主因是因为 他把5项的消防设备关闭 也就是那时候说那个寿性总机 就好像没有想这样子 就没有想那有洒水设备也不会喷水 所以因为他关闭了这5大消防设施 所以也导致于说有这么重大的伤亡 因此我们在法令上不管我们建立中央的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火災预防知识条例 在未来的这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希望说 规定他们不可以关闭 这些消防安全设备 因为消防安全设备 在我们整个建筑物的安全里面 它就是被区分在硬体 那简单讲硬体的部分 它还分两块 一块是建筑的 一块就是消防的 那消防呢 一个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说你装的这些硬体 不外乎就是要保障您的安全 结果您在施工 而且在营业 但是你却把它关闭 一旦有火灾发生的时候 这些设备 它就没有办法告诉你说 有火灾发生 所以后面的这些相关的 防火管理的设施 防火管理的一些步骤 全部都因为这样而中断 譬如说他要告知来消费的民众 也要开始进行逃生 进行避难 甚至刚刚讲的 这个洒水要洒下来也没有 所以才会导致这样重大的伤亡 所以现在就是第一个当我们规定 它不可以关 那第二个就是假 以后呢 这个设备呢 也会变成 所谓的载民洞 现在台北市已经有84家 就是除了我们 有一个动态违规的处理的要点 就是希望说 不希望说大家把这些设备关闭 那另外就是在这些相关的设备上面 要挂一个牌子 就是这些设备是不可以被关闭的 就像我们常常看到建筑物里面不是有所谓的避难梯 那有所谓的防火门 那这种安全门呢 通常理论上它必须要是长臂 关起来的 关起来的 但是呢 常常就会被打开 对 因为 方便啊 进出啊 进出比较方便 有人会堆一些打物物在那边 有人会觉得说我不想坐电梯啊 我可以爬楼梯啊 对对对对 或者是就刚刚像学姐讲的 它堆了很多的这个物品在里面 所以它通常有时候被方便取用 所以当然就被打开 可是这个打开 因为它之所以为什么叫安全梯 就是因为它是通往安全唯一的道路 对 所以也就是说在灾害发生时 它是一个让你能够透过安全梯 逃生的楼梯 可是你把它打开了 它就会变成不安全梯 因为火跟烟 它就会跑到这个安全梯里面去 那我们人再进去当然就会受到一些伤害 那刚刚提到这个有关于设备关闭的部分 它除了说标示不能关闭 再来就是在设备系统上 我们也让它不得关闭 那万一它关闭的时候怎么办呢 它会 它会 我们现在的 应该说 它会把它改成是在明洞的 在明洞 所谓在明洞就是说当它关闭 然后它会 有的是它的开关就没有办法关闭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它关闭的时候 它会一直叫 叫到你再把它打开为止 那第三种就是它新型的就是它关闭了 但是火灾发生的时候它会自己在启动 也就是最少能够保障 在发生火灾的时候民众的安全 那这个大概是我们现在这两块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块机制就是说 以后它假如关闭 那么它系统上必须要去通知所谓的管理权人 也就是这栋建筑的老板 或者是这个营业场所的老板 那第二个就是防火管理人 就是每个场所在一定面积以上 我们都有规定说它要实施防火管理 都要有一个防火管理人 那防火管理人我们有规定 它必须要是有一定层级以上的人 也就是通常可能是经理总经理等等 那必须要通知这两类的人 那第三个就是它必须要通知消防局 那消防局假如说一旦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会通常会打电话去 未来会确认说 它你为什么要关闭 是因为你施工还是有什么样吗 那假如说它是无故关闭的话 我们就会未来会有罚者 我大概印象中应该是一万到五万的罚者 这个是我们自己自治条例里面就可以修到 对我们现在自治条例里面就有修了 OK好可能大家对于钱贵的火警 大家过去在这一年里面帮大家回顾一下 因为当时就是因为这个电梯的失座的关系 那进去里面之后我们的人员看到 它其实是一个它做的蛮漂亮的布置 然后有一些气球贴在上面等等 所以其实从外面看起来 它是一个不像在失座的电梯 如果大家也知道如果火警一旦发生的时候 这个烟囱效应它的这个烟啊火啊 什么温度啊会很容易从 它坐电梯里面整个是打通的 所以很容易会有一些灾害发生 那过去的制度就是说 你在做施工的时候 你可以先申请跟监管处申请 但是消防局这边是对于消防局来说 它可能这个时间上搭不上一起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判定说 你这个施工会不会造成你这个建筑物 有一些灾害可能性的发生 那现在台北市政府的改变就是 我们希望把这两个东西绑在一起 所以同时申请同时审核 那我们同时来核准 这样我们也知道说这样的工地 在建筑物里面是不是安全的 那另外就是提到这个总机的部分 因为当时也有很多人提到说 总机其实在火警发生的时候 它并没有作用 然后没有洒水也没有鸣叫 那甚至在安全梯的部分 也有很多人觉得说 到了安全梯 但是我也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或者是安全梯里面也都是浓烟密布等等 所以台北市政府是非常认真的 在做这一年以来的检讨 待会还有更多的内容可以来跟大家报告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HIP委员陈宇军医师 疫苗保护力是指接种疫苗的人群 与没有接种的人群相比 减少了多少生病 重症或死亡的风险 疫苗保护力是经由严谨的临床试验得知 而各疫苗的试验方法不同 因此相关数据不能直接比较或频段优劣 所有的疫苗在开放接种前都必须经过 卫生主管机关的审议流程 确定安全性与有效性是符合国际标准的 我国提供民众接种的疫苗都是安全且有效的 并经由ACIP专家会议讨论 来定定接种对象及优先顺序 符合条件的接种民众经医师评估后 接种COVID-19疫苗不仅可以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人的健康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FM93.1台北广播电台的台北进行室节目 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副发言人黄敬 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来的是消防局的尤嘉义副作 副作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报告的 其实是乾贵大火一周年之后台北市政府做了哪些相关的措施 或是哪些相关的改变 刚刚副作其实有听到 有提到最重要的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在施工跟建管消防两个在联审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时间平行在一起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受信总机的部分 也就是实体的硬体的部分 我们希望它不会是一个动态关闭的状态 也就是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动态关闭 可能是说消防局现在来检查 它就是打开的 可是消防局走了之后 它就变成关起来的 等到业者关起来之后 我们之后就可能没有办法抓到 它到底是不是违规 所以现在在设备设施上 或者是系统上 做了一些相关的改进 当然我们其实在公安的这个审视上 我们当然也加了蛮多严谨的系统 严谨的这个SOP 副作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说 这一年来 你有沒有参与过很多场 不同大大小小的公安连接 当然有 时间都蛮晚的 我们都是晚上出动 然后莫名其妙的突然出动 我们常常去检查蛮多地方的 副作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说 我们大概这一年来去检查了 大概哪些地方 我们公安连接的部分 也因为潜贵的关系 我们做了一些改革 因为之前我们比较重量不重值 也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可能两个小时 要检查四家五家 也就是说每一家场所只去了20分钟 那20分钟到底要检查什么 当然就是随机抽查 就是我想检查什么就检查什么 也就是说那个标准比较不一样 那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些改变 就是重值不重量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 比如说两个小时 我们只检查一家 但是这家我们就好好的从头到尾 把它彻底的检查 那当然因为这样 我们就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譬如说之前舆论吵得很凶的 像高纪 永康街的高纪 大家都觉得说 它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吃的餐厅 它怎么会忽然 我们市政府要它守起来 那也就是因为 它在我们公安连接的时候 发现它是不合规定的 那当然那段时间 我觉得我相信媒体 跟民众也有一点不谅解 但是实际上现在 以现在来说 当然高纪在那个地方是停业的 可是他在另外一个地方 又重新再开一间新的 而且他的生意又更好 这个我们皇副市长 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甚至高纪还跟我们皇副市长说 他已经准备要开第二家 我相信他开第二家 他也会开在合格的场所 那什么叫合格的场所 因此我们也推出了一个 目前应该是全国唯一的 就是说有一个预审的制度 民众他想要开一间场所 那他可以在网络上 到商业处的网站上去输入他的地址 跟他的营业的项目 那他们原则上那个系统 他就会告诉他说 比如说他的商业登记可不可以 再来就是他土地使用分区行不行 再来他建筑物有没有违规 那这样他设立了之后 花了很多钱设立了之后 也不会到最后来检查发现 我怎么花了两三千万 中文好了 中文好了 开业了 甚至已经开业了 才发现说他是不合格的 所以这个预审的制度 我觉得对要让台北更活泼 更有这种色彩的行业来说 原则上他是好的啦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自己 刚刚提到我们自己公安年前的部分 之前潜规也是因为潜规 潜规发生之后就有一点点的像我们 比如说人家民众会去质疑说 为什么四天前来检查 四天后就不合格 那当然这个会第一个 有牵涉到刚刚提到的动态违规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有机关的 一般业务的检查 第二个还有公安年检 那它其实是不同层级的 所以但是我们在资讯 我们在很多资讯上面 没有说实话是没有第一时间的整合 我们也为了让我们的公安年检 能够更第一时间 整个市政府都能够知道这样的讯息 所以现在我们也全面的医化 尤其柯市长特别要求医化的事情 从我们集合到先把这个图说 先做一次的比对之外 我们到了现场 现在人员是用医化来做签到 签完到之后检查的结果 在现场马上就上传到云端 也就是说不管 就算我今天在办公室 我一查位知道说 这个场所被检查 什么时候检查的 那不合格的项目是什么 全部都列得出 都列管 那再来就是检查假如不合格 那不合格之后 还有所谓的管理流程上的管理 比如说我可能是 因为每个局处 它的规定可能不一样 比如像我们消防局可能是两个礼拜后 我会再去检查 那这个两个礼拜的这个时间点 在系统上 它就会做一些提醒 免得造成 比如说我们公务人员就 常过的时间就忘记了 它也没有去检查等等 那这样子有个好处是说 至少我们在整个行政流程上 就不会有 比较不会有弊端的空间 那我觉得这样子 在执行法律上应该是比较好的 大概是这两个部分 其实我们在医化上 做了蛮多的努力跟这个精进 应该说当时在每一天晚上 大家要抽查哪一家的时候 大家都闻风声而鹤唳 就是好像要去检查哪一家 都不能事先讲 然后公务人员 甚至连要去检查的人 他也不知道 到底他自己今天会抽查到哪一间 所以等于说我们大家 等于是一个没有准备的状态 就到了现场 所以你只能针对现场的状态去看说 我临时要抽查哪些东西 那抽查了这些东西之后 我们再做一个纸本上的登录 不过现在全部改成一化 也就是所有的人手上都有一台iPad 那这台iPad上面 我们可以登录一些资料相关的东西 上传到某一个系统之后 这个系统里面就会自动显示出来 各个局处去审查的一些 相关的细节跟资料 那我们就可以同时去做一个平行的沟通 大家就会知道之前建管处 然后现在消防局 然后之后还有什么什么局处等等的 大家来共同审视同一个场域 他可不可以合格 那当然这个带队的长官也非常的重要 我们皇副市长也去了很多次 晚上半夜不睡觉去检查人家的那个营业场所等等的 那而且他真的很认真 因为他每次都跟我说 我从一楼走到四楼 然后每一个楼梯间我都去看过这样子 所以现在是连一个小小的细节都不能放过嘛 对对对 尤其是像皇户为什么会从一楼走到四楼 就是因为他担心那个安全梯的安全门 然后再来就是安全梯有没有堆放杂物 光这两件其实假设他安全门没有办法关闭 或者是堆放东西 这都是在法令上都是不合的 当然我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说 其实我们一直讲他法令不合格 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政府一直要要求这么多 可是大家反过来想 其实这些法令其实是我们安全的最低标准而已 这是最低规格 大家反过来想就是说 你今天假如安全梯堆放东西 你在逃生的时候就会造成困难 甚至没有办法逃生 那对大家是不安全的 那为什么大家一直要把安全跟法令 就是有没有合法绑在一起 而是大家假如注重安全 那应该让他跟理所当然的合法一样 对啊对啊对吧 确实没有错 所以有时候最近我常常在跟一些人讲说 大家装消防安全设备 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安全 为了你所经营的这个行业跟顾客的安全 不是拿来给消防队检查的 没错 真的 不是只有做到合法就好 大家应该要在精益求精里面 更多的让安全这件事情 是每一个人都在乎 每一个人都可以保障 但是问题是不怕一万就只怕万一 所以大家在设想到那个状况的时候 应该要想的更多 你平常准备的更多的时候 灾害来的时候才不会突然措手不及 或应变不及 当然很多人会在逃生梯 或者是防火门里面 就是放一些杂物 就觉得方便就好啊 尽量放在那儿 这样方便就好啊 可是真的当灾害来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去移动那些杂物的 而且你根本没办法想这么多的时候 这就会变成你唯一可以保命的管道 那这个大家必须要非常注重 这也是为什么台北市政府非常认真的想要重新改善 然后把这个制度重新的再拿出来一遍 他检讨的过程中 其实市长也主持了蛮多次的公安汇报 其实里面针对每一个小小的细节 我们也都会去做一些审视 那希望大家未来再看到这个公安 或者是你可能到某些场所去玩乐的时候 可能看到台北市政府的团队来到这边做连检 也希望大家可以尽量的配合 因为我们都是希望大家更安全嘛 那如果有更安全的场所 大家才可以玩得更尽兴 所以都欢迎大家跟我们台北市政府一起配合 不过我要问副作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都会说 这个自从前规大火之后 我们到了KTV去唱歌的时候 有些人会有点怕怕的 或者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不知道这个场所到底是不是安全的地方 如果我们去KTV唱歌的话 到底应该什么样的地方 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是不是处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第一个是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公安联系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措施 就是说假设今天被我们检查 它是不合格的 那你在入口的时候 就会看到它有一个不合格的场所 那个贴纸会贴在那里 它想要消防安全不合格 或者是公共安全不合格 都会被贴 贴纸在那里 那当然你要进去这个场所之前 就是先看有没有那一张 假设说你还没到现场 你也可以用网路上 到台北市政府的网站上 你也可以查到 这间场所是不是合格的场所 也就是说至少初步是安全的 那为什么会讲初步安全呢 因为当你进到里面去消费的时候 你还是得去看一下 譬如说它有没有相关的避难逃生图 通常譬如说你去KTV 刚刚讲KTV KTV的包厢里面 它通常在门的后面 都会有一张逃生避难地图 那个地图就稍微去看一下 你等一下至少 知道说出去的时候你要走右边 左右边还是走左边 逃生梯在哪里 然后再来就是走到逃生梯那个地方 看一看它的门是不是关起来的 就跟黄副市场走的是一样的 他去看你也去看看 那假设是关起来的 原则上大概火灾发生的时候 你就可以经过这样的路径 去做逃生 那有需要试推看看吗 也可以啊 你也可以试推 因为现在的规定理论上 除非是一些特殊的场所 要不然它那个安全本是不可以关 不可以锁起来的 它应该照理来说应该是推得开的 对 它要被推得开 它不能锁起来 所以当然可以推推看 好 那大家去这个小地方注意一下 稍微的在唱歌开心之前 稍微看一下这个门后面 大家应该都会看到一个各个包厢 然后你的这个包厢锁在位置 你出去之后那个逃生梯在哪边 这应该是大家最可以注重的小小的细节 那在灾害来的时候 也可以保护自己 好 以上是简单的跟大家讲了一下 这个潜贵公安一周年的 我们做的相关的检讨 跟相关的一些报告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当然现在除了消防的部分 我们也加入了商业处跟建管处 等等的使用分区的问题 所以其实很多的地方 大家常常会在新闻上看到 哪个地方又突然被台北市政府 给怎么强迫结束营业啊 或是哪个大公司楼下的这个 员工餐厅又被操掉啦等等的 其实呢 这个都是因为我们重新严格的 审视这个系统跟这个检查的部分 所以才会发现说有很多的人 可能把原本的停车场做成了健身房 做成了员工餐厅等等 这都是不符合规定的 那我们也严格要求这些 地方应该要改善 然后限期改善 甚至是说希望他们可以配合 来做到保护大家的安全的部分 但是要跟副作人聊的是说 其实我们消防员做的事情真的还满多的 每天的业务量真的是多之又多 除了这次贤贵大火的事情之外呢 其实我们在这一次太鲁格号事情发生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也派了几位消防员下去 这个花莲来做救灾的任务 对 那时候的情况有没有可以跟大家稍微回忆一下 或是大概 紧急事件 因为那时候好像是廉价刚开始 廉价的第一天 就四天廉价的第一天 那那天刚好 刚好我是局里面的指挥官 所以本来一开始发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接到第一通报案 不是来自于花莲 也不是来自于消防署 而是来自于我们台北市的一个民众 他打电话进来说 他女儿的样子 他是坐在那班火车上 然后好像那班火车有翻车还怎么样 就很危险 那希望我们去帮忙了解一下 那后来我们就打电话去花莲 但是因为第一时间嘛 所以花莲也是告诉我说 他们的车子派过来了 派出来了 但是还没有到现场 所以还不晓得相关的情况 那当时我就把这个电视 因为勤务中心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把电视打开 电视打开之后就发现说 他里面马上已经写到什么 有一死两伤 消息已经出来了 我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8车45位同仁到现场去做协助 其实这次的救灾任务回来之后 其实消防局也有针对这些消防员 队员们做了一些后续的辅导的事宜 待会可以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诶 李长博 队长 你在泡茶聊天啊 在聊什么也要给我这消防大使了解一下 我们在聊助警器 蛤 不警器 啊这跟我们消防局有什么关系啊 不过不是啦 住警器就是住宅用火灾简报器 可以在侦测到烟雾或是热气时 发出简报声响 让民众在第一时间可以进行避难逃生 春日春雨也会并哦 五春龙以下的老旧宿材 都要安装住警器 哦 这样我知道啦 哈哈哈哈 嗯 嗯 是这个全部联酿吗 嗯 嗯 啊 哎呀 我后面哦 你在厨村哦 不许的故意哦 一定是住警器哦 再叫我们来 啊 那我们赶快去看一下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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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你在厨村啊 好家在你有加装这个助警器 要把这个烧下去哦 后果不堪设想哦 像我们社区有一位阿嬷 她一个人在外面 生活又非常的辛苦 还有时候烧开水 都会忘记关了瓦斯 下午有安装这个助警器的话 它会到你一份安全的防障 哎 我们来去拜访一下那个阿嬷好不好 看能不能怎么样来帮助她 好好好 队长 我们可以出发了 不用吧 穿成这样子 嗯 不用带什么装备吗 带这个就可以了 早说嘛 来 还你 现在政府有规定 五层楼以下的老旧住宅 都要安装助警器 特别是家中有小孩 或独居老人者 更要安装 来保护我们的居家安全 阿嬷 我们想要来把你安装 那个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要来保护你的安装 安装助警器 只要放入电池 转紧被盖 装置于天花板 或壁挂于墙壁即可使用 警示楼梯及走廊 厨房要安装定温室 而且购买时要选择 内政部消防署 个别认可合格标志的商品 最好每一间 都要安装助警器 根据统计逃生案例 助警器发出声音时 能提高逃生成功几率 二人四小时守护家人安全 这说台语也会通 你看 火灾火灾 发生火灾 会有很重要 只要侦测到烟雾及高温的时候 那这些助警器啊 就会发生警报声响 所以会让我们可以 赶快及时的逃生跟避难 可惜可惜 住宅安装助警器 家人安全无法闭 战 哈啰各位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的 台北进行式节目 我是节目的主持人 副发言人黄敬盈 我们今天帮大家邀请到的是 消防局的尤嘉义副作 来帮我们讲一下这个 前面讲了很多这个公安的事情 包含 前贵大伙一周年以来 台北市政府到底做了哪些事情的改变 那大家也欢迎这个 在到KTV的时候 注意一下资深的安全 我们都提醒大家玩得开心 但是也要顾一下安全的部分 那另外呢 刚刚跟副作人聊到的是说 这次的太鲁阁号事件 其实台北市政府也派出了一些消防员 来做支援 那当天刚好副作是这个局里面的 執行的长官 廉价期间 那那天其实廉价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还蛮多车辆在 听说这个国武 其实已经塞到爆炸了 所以我们派车下去的时候 然后当天的这个状况 有很快就抵达现场了吗 我们因为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就是廉价嘛 那我们用想象就知道 国武一定塞车啊 所以我们就跟 坪林行控中心联络 那把我们的 刚提到那18部车的车号 都先提供给他们 那提供给他们的原因 是因为 在廉价的时候 游览车 它是可以走路间的那一道 所以它比较快 所以后来我们跟同仁 稍微讲了一下 就是你有看到这个 马路有路间的 你就走路间 没有路间的 像学税里面 我们就走中间 走中间 因为走中间 他们会浪 因为后来 这个消息已经传出来了 所以 其实那天也很好 我后来听同仁讲说 民众也都很快的 就把中间那道给浪开 浪出来这样 所以我们大概 花了两个多小时 就到了花蓮 那很快 其实不会很久 但是 当然啦 对灾害来讲 以我来讲 对灾害来讲 我都觉得时间是很长的 是 没错 但是从台北 直奔花蓮 在这种廉价期间 两个小时 我觉得台北市 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后来这个 因为其实在那边救灾 其实也蛮多天的 我看新闻可能也有个三天 到一个礼拜左右 没有没有 我们只有待一天 原因是第一天的晚上 在检察官就已经确认 就是说 到底有哪一些 已经 伤的或者是 生存的人 都已经出来了 都已经送到医院去 那死亡的人 原则上我们就协助 我们跟其他县市资源的 搜救队 人家就协助他 搬运到一个地方 然后送到殡仪馆 因为这样 这个任务就结束 后面应该是 就剩下台像台铁 他们跟 花蓮县消防局 他们自己去处理这样 OK 所以我们台北市政府 支援了一天之后 这些消防员 回到台北之后 我们是不是后续 还有在做一些辅导啊 或者是 我们经过 我们的同仁经过 重大的灾害之后 他通常就会有所谓的灾后的这种 创伤症候群 因此我们本来 比如说我们本来 在每个重大灾害之后 都会办相关的座谈 就是应该说算心理辅导 就是让大家聊一聊 我们市府也有 市政府也有 那再就是请 或者请卫生局 他们派相关的师资 来帮同仁做心理辅导 那我们的程序大概是 原则上会办两场 两场不同时段 所谓不同时段是因为 我们同仁的工作 因为他们是勤医修医 那你假如只办一场 有的人休假 他就是不愿意来 另外一半的人 对 所以我们就办两场 那让 这是团体的 那团体过后呢 原则上我们还会看 个人的状况 去追踪三个月 就是看他们未来 这三个月里面 假如有稍微的状况 我们也会请主管 稍微留意 那个人的话 我们就会让他 假设个人有一些状况 我们就会 请刚刚提到的那些师资 在针对我们个人的头能 做个人的辅导 大概的措施是这样子 在我认为 我觉得消防员 心理素质要非常强大 因为在进到灾害第一现场的时候 相信那个画面 一定不是大家都 平常大家都无法接受的 那个画面 大概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 那困难是在于说 像我之前 参加过921跟台北市的富航空难 其实富航空难让我最大的 因为当时我已经是 我是三大的大队长 所以我从一发生到 晚上的两三点吧 才回到办公室去 但是呢 那时候 因为你忙了 忽然在在现场 忙了这么久的时间 你的 当你闭上眼睛要睡觉的时候 不好意思你根本就睡不着 一闭上眼睛就想到 就是在现场的那个画面 就是那个飞机啊 然后你怎么样把它 那当时我们的 我们跟局长讨论的想法是 我们第一天 一定要把这个飞机给掉上来 我们只有它掉上来 我们才能够确认 飞机里面有多少人 掉到河里面的有多少人 那因为你假如对一个在现场 连受困的人 你都没有办法知道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知道说 我明天要怎么样来做救援嘛 那当时我是 当时我自己的心理素质 是觉得说 不行不行 我明天一定还是要去 做长时间的工作 那我一定要休息 我不休息 我明天就没有办法工作啊 所以我是让自己觉得说 就是 就是 请请各位让我睡觉 因为我是来救你们的 让我睡觉之行 跟大家讲一下说 对对对对 救灾这个任务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可是 消防员的工作 平常 要跟附座请教一下 消防员工作平常 大概会有哪些 其实是非常不确定 跟非常临时性的 一个任务的工作 那如果有人休假的话 也是会被调回来的 很大的灾害的时候才会 理论上我们现在 不太会去停休 就是说 你休假原则上 我们就让你休假 因为我们原则上 在分队里面 都有留足够的人力 我们会轮班这样 但是假如遇到 重大的灾害 当然他们就 我们就得停止休假 停止轮休 让他们回来救救灾 那等到灾害过去之后 再给他们补休 或者他们可以领 所谓的超勤加班费 其实每一次过年的时候 有时候会跟市长去发 那个奖励金 加菜金 就是去消防局 跟队员打气一下 因为过年期间 他们 大家在家里吃年夜饭 然后出去走春 领红包的时候 他们还要留在分队里面执勤 其实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 那可是我现在发现 我觉得台北市的消防员 其实都蛮年轻的 大家考上消防员 到底需要什么资格 是不是一定要伸强体重 要有六块鸡 鸡肉猛男 才可以当消防员 没有啦 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在 现在在台湾 你要当消防人员 原则上他就是 假设他 假设他 他要当像队员 队员或者是未来 可以升小队长的话 他就可以考警专 就是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的消防科 那另外 在警专里面 在警专里面 他有消防科 另外一个就是 你可以大学毕业 应该说武专或大学毕业之后 你可以考所谓的特考 考上了以后要受训一年 他有这两管道可以出来当消防同仁 所以不管是念警专 或是念一般大学 念一般大学也可以 也可以 他可以考特考 对 那现在已经开放了 就是外面大学的人也可以进来消防 对 那如果这个特考大概要考哪些东西吗 特考他通常就是考像我们 应该像火災学啊 然后设备啊 像法令 这些东西 也要考消防法令 对 所以一般来说 因为我自己身边有一些同学 大学毕业之后 才去考消防员 我看他那一年的生活 在社群软体上 其实是非常的精实 当然因为我们必须 其实所有的救援工作都会跟自己的体力有关系啊 所以我们当然平常除了培养 因为有一些肌耐力的训练 培养的体力之外呢 再来就是刚刚提到像战绩的部分 他们也要了解 比如说战绩 所谓战绩就是说 比如说我要会开消防车啊 到了之后我要会去布线 就是甩水袋跟布线 把水袋也接起来 然后再来就是 比如说我要怎么样去把车辆去接所谓的消防栓 那进到火场里面 我怎么样看到什么样的烟 什么样的火 我应该要做什么样的涉水 这个还都只是抢救的那一块 那还有一块就是预防的 像刚刚提到那个 消防安全设备的检查 我们就要去知道说我要去到现场我要怎么样 操作这些消防安全设备 要怎么样检查 类类是这样子 我听起来觉得很难 就是有一部分是要用脑力 然后一部分是要用体力 就是身体跟脑袋就是并行的一项工作 所以基本上在 我看大家在救灾现场的时候 其实消防员都非常厉害 因为我觉得那个水袋真的很重 然后再加上每一台消防车的这个体积 其实也不小 或者是云梯车等等这些设施设备 然后再加上你们要穿这个衣服 其实那个是有重量的 那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吃力的工作 全部假设他是消防衣帽鞋穿起来的话 大概是25到30左右 25公斤 然后假设他还要 消防衣帽鞋穿完以后他还要带那个 他还要带水袋 还要带苗子 还有空气呼吸器 这样子大概要到将近40公斤 40公斤 所以其实还不轻 对啊 在救灾现场里面 然后如果是火警的话 再救灾现场被40公斤在里面行走 是不是一件也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 是很困难 但是我们有做了一些 像我们的训练中心 有一些训练的情境 就是要模仿那样子 然后让同仁去练习 就是他 比如说他穿着消防衣帽鞋 戴空气瓶 他会进到一个完全看不到的笼子 就黑暗的笼子 然后让他 我们在里面会摆有一个假人 然后他可以从 比如说从这边进去 然后他可以 因为他不是直线的 他是弯曲的 所以他变成要在默黑去 确定说我的方向 然后假如真的我找到这个人 我怎么样把这个人救出来 这些其实都是有他的固定的 应该说有固定的知识 也就是说有固定的标准作为程序 像我们碑人 也是你在救援的碑人 跟我们一般的暴人 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 不是公主暴的那种 不是不是 没有这么梦幻这样 对 但是上 其实这几次 蛮常在电视上看到 或是新闻上看到 在重大灾害发生的时候 其实消防员的出现 对每一个人来说 大家都觉得消防员跟天使一样 就是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抓到了一线生机的感觉 对 其实灾害现场当然是这样 我们在 因为刚好最近 5月1号有一个火神的眼泪 对 他其实帮我 就他们为了拍那部片子 所以也帮我们去访问了 当时像潜贵受伤 潜贵受伤 也就是存活的那个民众 他也是觉得说 他已经倒在那边 那么多的农烟 他已经吸到快已经快不行了 对不对 那也打电话跟他爸妈妈告别了 但是忽然就有门外 就有校长人去跟他敲门 当他听到那个校长人员的声音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 他活下来了 就感觉好像有一些生机 你本来已经很绝望了 就看到消防员的时候 你就觉得 哇 你可以带我出去吗 这种感觉 我在每座城市 我相信都一样 就是警察跟消防 一个是他当他遇到 比如说遇到歹徒的时候 我们是遇到灾害的时候 都是一个城市 我觉得安全跟稳定的一个力量 其实刚刚副座提醒我才想起来 5月1号的这个职人剧 叫火神的眼泪 那里面有很多大家都认识的明星 那希望的表现出来就是 消防员平常很辛苦的那一面 然后他们的受训过程 或他们执勤的过程中 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们用职人剧来称呼这部剧 就是希望说 让大家看到职人的精神 然后消防员的精神 甚至是在救灾的现场 消防员有没有很狼狈 或者是这个有没有很辛苦等等的 都欢迎大家到这个5月1号开始首播 所以大家也可以开始关注一下 在各大的平台上都有这部剧 叫做火神的眼泪 那这部剧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 是因为台北市政府也有在里面 帮忙了一些事情 对的对的 让他们可以更了解消防员的过程 那最后要跟副座聊的是说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 在遇到火警的时候 大家都应该怎么做 就是很常大家这个SOP 有的时候会有这个搞错的问题 然后大家有时候会 误以为这样做是对的 如果在遇到火警的时候 我们到底第一步最先应该做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很很大 这个问题要讲很久 这个问题很大 我刚刚稍微提到就是说 建筑物的安全不外服务 有两种嘛 一个是建筑物本身 那第二个就是消防 那消防又分两块 那我现在讲的这些其实 它有一个基础是 刚刚提到的这些 这些要是正常的 那是一个正常安全的 它假如不正常 那后面这些就会 逃生就会很困难 那当然第一个是 假如今天你发现了一个火災 这个火災在你的旁边 那这个应该不用讲嘛 就是逃生嘛 趕快逃生嘛 假设今天它不在你的旁边 但是你知道你的门外发生 有发生火災的 那我们第一个是要去 确认说 你可以门稍微 你摸那个门靶 通常那个门靶 它假如外面火就在门的外面 那它就会很烫 再来就是你可以打开一点点 看看到底有没有火 或者是有没有烟 假如有 那就把它关起来 那就是关门 这样就好了 那我们可以拿 假如房间里面有布 或者是毛巾等等 就把门缝塞起来 这个目的是希望 烟不要从外面 跑到里面来 影响你 那再来你就可以 在这个居室里面 就打电话 或者是开 你假如有窗户 就可以开窗户 进行求生 告诉大家说 告诉消防人员说 我在这里 你要来 赶快来救我 那刚刚做完 做完那个动作 假设你今天打开门 也发现没有烟 也没有火 可是有闻到味道 有闻到稍微还可以 就是说你可以进行 你就可以打开门去做逃生 但是你打开门去做逃生的时候 记得要把这个门关起来 就是开门出去之后 要把门关起来 这个门要关起来 那你就可以进行逃生 逃生就这样 这个就没有问题 就根据这个 避难逃生指标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标示 你就可以进行逃生 那刚刚还有 刚最前面有提到一个 假设今天火在你旁边 那你就赶快进行逃生 对不对 那你逃生的时候出去 也不要忘了把门关起来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三种情境 大家有没有发现说 关门这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其实以我们现在的 建筑物的 建筑的形态 要从这一间烧到隔壁间 条件是刚刚讲的那些都合法 这间要烧到隔壁间 其实是不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假如说你今天烟是 在外面很大 你躲在这一间 绝对不会有事 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在很多案例里面 没逃生的没事 没逃生的没事 有逃生的有事 就是你出了这个门就有事 所以这个要跟大家做一些说明 那第二个就是 请大家不要再去躲浴室 譬如说你刚刚出去逃生了 走到一半发现有火 你宁愿回来这个空间 也不要跑去躲在浴室 因为网路上当时有人谣传说 浴室有排水孔 所以它会有新鲜的空气 什么的 这个观念是错的 请大家不要再相信这件事情 那因为我们 假如大家回想一下 你们家的浴室的门是什么材质 理论上它是塑胶的材质 对吧 那通常你的房门 它至少是木头的 或者是更好的材质 那那个塑胶门的材质 反而烧的时候还更容易产生毒气 所以我们在几次的案例里面 有发现这样的状况 就请大家不要再 不要再躲在浴室 那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就是说 我想提的就是说 平常假如可以的话 大家还是要去练习一下 你怎么样在黑暗中 从你家你的房间走到爬道 或者是走到这个房门 很熟悉的环境在黑暗之中 你有没有办法判定 它到底长什么样 对对对对 因为你要模拟黑暗嘛 所以理论上 你那个眼睛可能要蒙起来 用摸的这样摸到房 摸到你的房门 甚至你怎么样进行到 你的家里的家门 怎么样出去逃生这样子 那这个我只能说 大家的风险意识要再高一些 因为我常常觉得说 中国人太健忘 一个灾害发生后 两个礼拜可能就忘记了 确实 可是大家真的不要忘记说 你一辈子可能都在追求 胜利追求赢 就是赢钱的那个赢 大家不要忘了 就是说上面有一个王字 就是要提醒大家有风险意识 我相信你今天买一个电风扇 买一个电冰箱 你买一些设备回来 当它万一哪一天不能用的时候 你第一件事 可能就马上把它换掉 或者是找人家来维修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象 你家里的消防安全设备 不能用的时候 不能用的时候 你可能摆了多久 还没有找人家来维修 可是这个设备却是 关乎你安全这件事情 是 没错 所以请大家千万千万不要 安全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忽视 而且它应该要比别的事情 在更多两三倍以上 注重的这个关注力等等的 今天谢谢副作 来跟我们聊这么多 消防相关的知识 那也欢迎大家5月1号锁定 这个职人剧 一起來看一下消防员的一天 是的 消防员的这个工作的状况 那今天谢谢副作 也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礼拜见 拜拜 谢谢